第三者,也就是最後一者我們要討論的是什麼內容 討論美國社會 上禮拜發現一個很有趣 但是又很令人省思的問題 有點諷刺的一件事情 就是德州達拉斯 有個八年級還九年級 就差不多相當於我們國二國三 對,看起來還蠻年輕的一個小朋友 對,一個小朋友 這小朋友呢,他很特別 他...我們知道美國人科學數學 小朋友科學數學好像不太行 可是這個小朋友對科學有興趣 平常就喜歡叮叮咚咚 拿一些Self Kit來做東西 自己製造的東西 對 那天他做了一個電子鐘 他自己做的喔 連電路板都是他自己燒的 他做了一個電子鐘 然後很高興的帶去學校 想要show off 給大家看說 你看我做了一個新的電子鐘出來 對,美國大家都知道美國課堂餐的那種show and tell 就是帶一個東西出去 然後跟全班介紹說這是什麼東西 他很高興帶出去 結果他帶到學校之後被逮捕 而且 聽說還是老師 抱緊 懷疑他想要做什麼不軌之事 對,大家會覺得 電子鐘時鐘到處都有 我家牆上掛了好幾面 但是他帶那個東西進 進學校去 結果馬上就被學校 老師還有校長說 這是不是炸彈 你是不是要把整個學校炸彈了 但容我停出另外一個 現在觀眾都會有質疑 難道每一個人帶電子鐘到學校去都被認為是炸彈嗎 說小不好 這位小朋友他不是正宗的那種黃蜂 安格魯撒克遜的美國人 他膚色比較黑一點 他也不是歐洲來的移民 也不太算亞洲人 他名字叫做阿荷美德穆罕默德 他是一個穆斯林的少年 是一個有明確宗教信仰 而且讓美國人疑神疑鬼的宗教信仰 對,就是說你看這個名字 你不必問他 你就可以假定說他是穆斯林 然後跟你在電視上看到的一些畫面 一些事件 連在一起 穆斯林代表落後 代表無知 代表恐怖分子 代表恐怖攻擊 代表會對美國人攻擊 而且我記得他當天我看到照片 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 他穿的還是罩袍 就是不是那麼傳統的 美國T恤、T恤、Blue裙 對 因為那個照片特別強調一件事 就是一個小朋友 反正就是青少年嘛 在那邊很無辜的看著鏡頭 但問題是另外一個關鍵 他雙手背在背後是上銬的 對,所以這很誇張 一個89年級 14、15歲的小朋友 而且他拿過去的時候 他從一開始就說這是我做的時鐘 他沒有說綁在身上喔 然後手頂拿這個隱信 那個遙控器說我要幹嘛幹嘛 高喊恐 並沒有 他從一開始他告訴每個人 只要人家張開耳朵願意聽的 他說告訴他這是我自己做的時鐘 只帶來 來看看 沒有人聽 每個人都說這家傲在幹什麼的 浮車這麼黑 名字又叫穆韓默德 這太可惡了 而且立刻報警 警察就立刻第一時間 趕到學校去 然後把他雙手上銬帶回進去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 讓大家真的覺得諷刺的就是 我們 大家都說了那麼多 911大家重新和解 然後 這個甚至去年這個 我最近剛看那一部片 Selma 就是 竹梦大道 對 然後他的音樂也得到了 這個獎項 John Legend在歌詞裡面還特別強調 That's why we show up at every place 他還提到了很多地方 包含了Ferguson 等等等等 你就正覺得美國其實 會希望利用這個機會 重新思考 族群中和的時候 怎麼就發生這種事 還發生在一個未成年的年輕人身上 對而且 到目前為止 大家是警方 他不願意認錯 他說還要調查 還要調查 更可惡的是那個學校 這個小朋友就被強迫停課三天 學校不讓他回去 這個很荒謬 就是錯的是學校 校長不願意讓他回去 說停課三天 等調查完再講 你不要來 你不要來 我知道Texas 相對民風飄悍 但是這個 徹頭徹尾就是一個誤解 那 怎麼會校長搞成這個樣子 已經是歧視 一定是族群歧視 那這是很明確的一個錯誤 所以民間 美國民間其他的反應是什麼 那現在當然就是 在Twitter 在Facebook上 引發相當大的 對 意義 議論 熱熱議論 那當然 大家都看出來說這個事件的荒謬性 大家都看了911之後 我們是被那種 Islamphobia 伊斯蘭恐懼 已經搞得七分八素 美國社會是不是已經失去那種開放 開放那種容忍的 好容忍的彈性 我記得 那個Twitter上面出現一個新的hashtag 是StandWithAhmed 是不是 就是他的名字 A-H-M-E-D 他的名字 他first name 就表示大家願意 站在他那邊去理解他 他所遭遇到的事情 而且 是支持他的 因為 某種程度說實話 美國賴以為生的就是這種創造力啊 你現在反而因為 他是 跟你 宗教信仰不同 而去歧視這種創造力的時候 這真的徹底違背了美國的立國精神 對 其實你說伊斯蘭國他是恐怖俗師 我沒意見 他們也的確是伊斯蘭教徒 非常極端 但是你不能把他擴大成說 所有伊斯蘭教徒 所有念古蘭經的都是恐怖主義 都是恐怖分子 那這個我們絕對不能 接受 而且這個事件現在很有趣的就是 歐巴馬總統 也惹到 也被惹到 顯然都是 這個支持有 種族或是膚色歧視的人 起而對抗 而且我覺得歐巴馬在這方面做得很漂亮 他就在Twitter上發文 就直接點名那個阿哈密的那個小朋友說 我看你那個宗教很漂亮喔 你要不要早天時間 拿到白宮來讓我看看 欸 show and tell 來白宮show and tell 我覺得這展現出一個總統的高度跟風範 小朋友受到委屈 他其實言下的意思就是我們美國社會對不起你 對 由我來彌補啊 對 早前白宮來秀秀 摸摸頭秀秀 秀秀婆婆 照當下 讓人彌補一下 對 然後我今天早上出門的時候剛看到 就是那個佐克伯啊 就是臉書的 創辦人 他也發了一篇文 我來不及看完 但他裡面有一句話寫得很有趣 就是 This kind of creativity should be applauded not be arrested 就是 大家應該鼓掌說你很好啊 對啊 那怎麼把他抓起來 改稱完全是不對的 對 而且這小朋友他就是很單純 他從一開始就告訴 每個願意聽他解釋的人 他就告訴他這就是一個時鐘 就是一個clock 不是一個time bug 所以美國社會真的是 還有很多地方 還有很多地方要進步 對 但我們也其實樂見後續能夠再 有更多 相對比較溫暖 讓大家明白這個社會 就像一個鐘擺一樣 如果你往另外一個地方擺過頭 總會有 相對的力量把它扶正 就跟上次被踢倒 匈牙利記者 踢倒那個難民 踹人節 對對對 但是難民獲得了工作 因為有球隊說沒有問題 我們 提供工作給你 我想 這樣子的新聞 其實大家看起來比較溫馨 也對 世界會比較有信任 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為止 跟大家說拜拜 拜拜 拜拜